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各位法师各自去 大家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我们先试看课本229页 这里有一个问题 他说假设我们在六根接触六成的时候 假设认为我们观察到它不对 那么如何转为正确的 这个其实如果是这样 就是说我们面对境界 怎么样转成正念正知 通常我们面对境界的时候 怎么转有两种 一种就是转恶向善 通常就是转念 这个就是说怎么样把错误的转成正确的 那佛法来讲转念有两种 一种就是转恶向善 一种就是转直取 你有直取 即使你对善的直取还是直取 转直取变成无产无我 就是你认为你所谓的对境界的直取 转成没有执着 通常是这两种 一般大圣佛法是以善取代恶 再以空取代这个善 通常是这两种转念 好 那如果是这两种转念的话 一开始当然 一开始当然是以善转恶 假设我发现我举个例来讲 举个例来讲 比如说我发现这个人 这个人讲话伤害到我 那么这个人对我态度不好 这个人轻视我 这个人看不起我 好 假设这样 这样很明显的就是 主要是眼睛跟耳朵 眼睛看到这个人 对我不客气 而且对我很轻蔑 讲的话很没有礼貌 好 那么就是眼睛耳朵看到 好 主要是这两个 那鼻则声当然 意当然都有 好 那我心里面分别 我心里面已经认知到了 而且我也很生气 你怎么可以这样讲我 你怎么可以这样说我 你怎么可以这样对待我 那么你生起了这个念头 那你非常生气 你很起称心 这个如果在佛法里面就叫做 称想然后害想 遇贪 称恨 害 基本上是这样 那么这是 这是一般人最主要的三种想 那当然贪想也会引起害想 那我要他的东西 我想要把他的东西拿过来 那么损害他 那也有 但是主要是称 这会引起害想 那这个时候你察觉到了 当然第一点要察觉 我有称心 我们大部分的人都是察觉 他不对 他有称心 他这个称心 这个脾气发到我身上 他对我不好 他骂我 一般我们只是察觉到别人的过失 最过了 但是如果我是佛教主的话 他有一个很明显的就是说 他不但察觉到现前的状态是这样 就是说现在这个人起烦恼 而且烦恼的对象是我 那么我也起了烦恼 我的烦恼对象也是他 那你这个时候怎么转呢 当然你要先了解 我们常常讲 佛法常常讲 未换礼 未换礼 这个就是一个过程 未换礼 未换 离 那这个未就是未走 就是直取 那么称 有一个对象吗 有一个所言吗 这个所言 也许是一个人 一个人的话 他所说的话 他的态度 他的态度 他所说的言语 进入了我们 进入了我们这个眼睛里面 进入我们耳根里面 那好 那这个未 首先前面 你要先有觉知 觉察 觉察到 我生气了 而且发生 我起烦恼了 有些人就说 我生气了 但是 他知道这个是烦恼 但是他不认为他的错 他不认为 我起这个烦恼 有过患 不是 有一些人会认为 我之所以起烦恼 是因为他不对 所以才让我起烦恼 所以 过患不在我身上 是在他身上 那么如果你这样想的话 你当然你就不会以除自己的过患为主 而只是要让他 不要再让我生气 所以你的目的就放在要除他的过患 当你要除他的过患 一般来讲是不太能够成功的 就算他 你有武力 你有什么 你拿去把枪出来 你再讲讲看 他不敢讲 那么你的过患也没有消除 只是你的境界消除 你的境界消除 但是你这个慰拙的这个 只取这个现象 只取这个现象的那个 那个指取并没有消失 只是所言不见而已 只是所言不见而已 就好像你很怕蟑螂 你很怕蟑螂 那你看到蟑螂就大叫 那么有人来了 把这个蟑螂拿掉 你的慰拙 就是你的指取 你怕蟑螂这件事 你的害怕没有消失 你只是所言移掉 那个害怕暂时不见而已 他并没有被解决掉 也并没有消失 他并没有说 因为蟑螂走了 你从此不怕蟑螂 你并没有这样 所以这个问题并没有解决 只是被掩藏起来 或掩盖起来 或是暂时隔离起来而已 那我们如果是在解决 我们的烦恼部分 那么很重要的就是 第一个 烦恼是从我的内心生出来的 它就是我的 第二个 它既然是我从内心生出来的 是我起的烦恼 它一定影响我 最主要影响我 我发作出来再影响别人 别人又影响我 就这样反复 但是它第一个一定先影响我 就好像你拿着大便要去丢人 那么你的手一定先染着到大便 那么你有没有丢到人 人家会不会因为这个大便 那么弄脏身体 那个是之后的事 不一定 但是你的手一定先 一定先染着到大便 那么这个是很主要的一个观念 那如果说我们面对到境界 那我们知道自己起烦恼 那要怎么转 第一个我们说就是你要思维它的过患 这个过患是从我内心生出来的 这是第一个 当然这个在大制度论 或在其他经典里面教很多种方法 那么最常说的就是 比如说你不要只看这个人的缺点 你看这个人的优点 但是当你在生气的时候 你会看这个人一无是处 所以有时候这样也很难想 你就会觉得这个人怎么看都没有优点 所以有时候会没有办法转过来 没办法转过来 没办法转过来的时候 你不能用善来取代恶的时候 你就要回头过来看看自己 如果你起这个称赖心 对你 因为你一定对自己好 你不一定可以解决别人的问题 但是你一定想解决自己的问题 你不一定会对别人好 但是你一定会对自己好 所以当这个问题是你的问题的时候 或是当这个问题的存在 会造成你的伤害的时候 这个时候你才会认真来看待 而且认真想解决这个问题 佛法有一本经叫做想念止息经 在教这个 那么他基本上也是教转念 那么转念就是说你要去观察 就是观察像我们讲未患你这个过程 思维他的过患 另外就是你思维 如果我现在不起承认心 或是我现在能够调悟我的心 我有什么功德 类似像这样 我就可以以后有什么作用 什么好的作用 以后我不会因为这样受痛苦 类似像这样 思维他的功德 那这个是第一个 就是说你要先以除这个过患为主 当然这个都是一种执着 那个这样很深细的才看到说 不管好不好都是一种执着 那真的没办法 真的怎么想都没办法的时候 最后最后一个 最后最后一个 一个 一个做法就是 你就是一心念佛 一心念经 暂时止住 你不要想这个 想其他的 那有一些是 你用其他的东西来 不一定用善取代恶 你做其他的事 比如说我去喝咖啡 我去听 我去办什么事 暂时把这个忘记 就是说 先用一件事情来取代这个事情 假设没办法 那个力量很强 我整天为这个事情困扰 吃不下 睡不着 那么你就 先把这个事情放下 去做其他 认为你还有什么重要的事情 先去做 那么当你做一些 外往那些事情的时候 因为你心没有一直在转 所以他那个力量 他那个称认的力量会转弱 会转弱 就好像你没有给他油一样 你一直给他油 一直给他吃 一直给他吃 一直加速 但是你现在 想到什么东西 你忘记 你不去吃 慢慢他就会减速下来 那一阵子过后 你再回来想 才容易想得进去 就是说 第一个你先用 另外的一个事情来取代他 或是用一个善的 来取代恶的 你感觉到 这个是善的 这个是恶的 你来取代他 那真的都没办法取代 或没办法转换的时候 就是你用一件事 来转换这件事 或是立一个善的念头 来取代这个恶的念头 那或是你从根本上 看你的心 执着在哪里 如果我们从根本来讲 想缘起 那么你就讲 我这个心 为什么会执着这件事 那像大致尊 他有教这些 比如说 像路应生陀罗尼 他就讲 这个声音从哪里来 就六根六成 这声音从哪里来 这个声音到我的耳边 如果我不去分别他 我怎么知道他在骂我 这个影像到我的眼根来 如果我不去分别他 我怎么知道他在骂我 我怎么知道他对我不好 所以这个最主要是从我的分别来的 那今天如果是我妈妈这样骂我 我会这么生气吗 肯定不会 今天是一个外国人骂我 但是我都不晓得他在骂什么 我会这么生气吗 我也不会 所以这个跟我们的意识分别有关系 那就算他真的在骂我 而且骂的就是我 那又怎么样 那是他的想法 又不是我真的就像他那样 那么所以其实在大致尊里面 或在经典里面 其实他教了很多这种方法 因为承认心或贪爱心 基本上主要是承认心 他过犯比较大 所以他教了很多这种方法 在我们怎么样转化这个东西 那比如说像 如果像声音 那声音只是一种境界 一种所缘 那你怎么去判别这个声音 怎么去读这个声音 那个就是你的经验 跟你的个性 那么习惯上执取的 就好像一条猫看到一条鱼 它不吃很难过 但是一条狗看到一条鱼 它就不一定会吃 一个老鼠看到米 它很喜欢吃 鸡看到米也喜欢吃 但是狗看到米 它不会吃 我们看到一千块 我们会觉得 一直就想要把它拿来 变成自己的 就觉得它很多钱 我们就好像 那是狗跟猫看到一千块 它觉得那就是一张纸 那么这个东西 都跟我们的经验 跟我们的认定 价值观有关系 那一样 我们的承认心 一样是从这边生出来的 那么你好好思维这种东西 慢慢慢慢 其实它有很多种方法 那你要找一种 你怎么想 而且在不同的时候 不同的境界 你不同的想法 会有不同的作用 就好像冬天的时候 你吃这个药 跟夏天的时候 你吃这个药 可能不一样 所以有时候我们 面对烦恼境界 要常常用很多种方法 换来换去 有时候这种方法 现在有效 再过几次就没效了 真的 有时候会这样 比如说 我们散乱的时候 我们好好念观音菩萨 第一次有效 第二次有效 第三次可能就没效了 一样散乱 称认心的时候 念观音菩萨 第一次有效 因为虔诚 做久了之后 可能就又没效了 那么常常会这样 这个就是我们在修行的状态 因为我们起烦恼 不外乎就是 我们感官面对境界起烦恼 不外乎就是这样 这个是最常见的 然后再下来就是我们自己一个人的时候 想过去 想未来 想现在 也会起烦恼 这个是比较 比较不是那么强的 但是都是因为我们 我们面对境界的时候起烦恼 然后之后那些法城 那些影像 才会产生后续的力量 比如说我现在看到你 那么你骂我 我非常生气 我当下就非常生气 回来之后还愤恨不平 那如果你当下骂我 我都不生气 回来之后我连想都不会想到 就算想到了 一下子就像 就像闪电一下就没有了 我也不会一直留在心里面 不会 所以 所以这种 主要是 我们的烦恼 主要是从感官 然后面对境界 然后由不如理思维 因无名为根本 不如理思维 直取 通常是这样 这十二元起讲的就是这样 流转就是这样 因为我见我爱的根本原因 然后不如理思维 如果如理思维还不会 如理思维不会 虽然有我见我爱也不会 那你不如理思维 那么 才产生出 那么这些烦恼 那这些烦恼如果没有控制 没有调辅 它就会去照 引发牲口去造作业 那这些业又会流向很深的影响力 又会影响你未来的心 及未来的缘 业 又会影响你未来 因为心是相续的 所以你早上因为这个人 很生气 那明天又看见这个人 你自然而然会意念起 昨天他让我生气 你自然就会讨厌这个人 那个是很自然的东西 那所以 如果你没有克服 那么它就一直影响你 那一次 两次 三次 它那个印痕就越来越深刻 所以你知道这个道理之后 你慢慢 你慢慢 就是 第一个观察的就是 我有没有承认心 第二个 我的承认心 我的承认心 有没有变少 变小 那么你常常要观察这个东西 那你说要怎么转念 刚才我们讲 就是说 你想一想 你想一想 这个人 这个比如说 因为你要看是什么事情 那如果是一个人 有些通常不外乎是人事物 不外乎是人事物 那人的机会是比较多 人起烦恼的机会比较多 有时候不是人的问题 是事的问题 但是人跟事有时候连在一起 但是又单纯只是事的问题 比如说 我就做这个 然后做就做 觉得很烦 或是做了觉得无聊 或是觉得觉得没意义 我也会起烦恼 那所以这种 这种 比如说以人为主的烦恼 你就想这个人 比如说我们想 用善的取代恶的 比如说 那有些也会这样 比如说我就单单自己在那边打坐 做到也会起烦恼 或是做到我腿伸得起烦恼 那它也只是一件事而已 本来不会 后来就会了 那么这一些 如果起了烦恼 那你就不要做了 或是你怎么样 调伍你的心 它有很多种方法都可以 你要试 你要试试看 我怎么想 我才不会起烦恼 那怎么想 不外乎就是转念而已 转念 第一个 第二个 转念转不了的时候 就从根本上 我的心在哪里 去想 我为什么会执着这个东西 一层一层 从缘起一层一层 往前推 那就是我所认知的 是不是正确的 我所执取的 是不是如是的 那么你慢慢去想 想久了 你越想越清楚 越想越清楚 之后你就会觉得 这种执着 只是带给我痛苦 未患 它的过患 我对这个境界 对这种事 对这个东西 人事物的执取 因为执取生贪 因为贪不得而生撑 因为执取生撑 反正就是 如意不如意的境界而已 没有其他的境界 那不管是如意不如意 那引发你求不得 还是怨证会 通常就是这样 或是爱别离 引发这三种作用 那么你就会产生痛苦 那个就是过患 所以你为了要解决这种过患 一定要减低对他的执取 那么才有办法 那你就会想办法 让自己的心 想这个东西的不好 想这种执取的不好 不是想这个人的不好 想这个人不好 你会越想越生气 就想你对这个人生气不好 那他实际上影响我 我这么生气 我这么痛苦 他不一定知道 我对他这么恨 他不一定知道 就算他知道了 他也没有像我这么痛苦 但是我自己一个人 因为他这么痛苦 那么这到底有什么意义 这个意义到底在哪里 那我们常常就是说 比如说人跟人之间一定会在一起 那么会做事 那么有时候我们最常见的 尤其在道场里面 不管在家出家都会这样 那么最多的就是比较 一定会比较 比如说我到道场很发心 那么你越发心 你一定越会比较 为什么都是我在做 一定会这样 那比较完之后就会计较 真的 然后就会放不下 然后就心里面会觉得 我为什么要这么笨 我为什么要做这么多 我为什么要做到这么好 我做这么多 也没有得到比较多 我做这么好 人家也没有对我比较好 我看这个是很正常的 一定会这样想的 其实我也看过很多我在道场 出家三十年了 我看过也很多 在家出家都会这样 那么开始就会难过 然后开始会勉强做 勉强做久了做不久 开始就不要做 开始就消极性的 消极性的不做 后来就开始 渐渐又发现没有人重视他 或是渐渐没有人能够体会他 后来他就不做了 后来甚至会退出这个道场 后来甚至会退出佛教 反正这个是我见过的 有些就是这样 那么这个就是因为你不如理思维 一直转一转一转 你这个直取信越来越强 越来越强 然后慢慢慢慢 慢慢你就觉得 有时候会想 都是我在做 如果我不在 我看你们怎么做 我看你们怎么办 多数人都这样 实际上你不在 人家也是这样做 真的 借我其他人来做 真的 真的是这样 不要以为世界没有你 他就不行 真的没有 但是还有你要知道 就是说你做就是你自己做的 你要调伏你自己 但是不可能 如果只有你做得最好 别人都做不好 那还有一种就是 因为你做得好 所以大家都叫你做 那你就更苦了 你就更累了 所以 基本上是这样 这个是很常见的 所以说我们面对境界 起烦恼的时候 到底要怎么办 我们就是转想 转念 你不转念 那就没办法 谁都救不了你 那你就想 就是因为我能做 但是我能做 我能做就是 我能做多少 我就尽量做多少 做不了也没关系 就好像考试一样 你不要因为考不好 我难过 你也不要因为考得好 我难过 都不用 当然有些人考得好 不是不会难过的 那 这就是考试而已 那每一个境界 都是一场考试 都是一场考试 那只是因为说 我在面对这个境界的时候 我起烦恼了 第一个你要知道 就是先要先觉察 觉察自己有烦恼 然后 接下来就是 你要知道 我要调伏我的烦恼 我不是要调伏 你修行不是调伏别人的烦恼的 你就是要调伏自己的烦恼 五十年后 大家都不在了 不知道去哪里都不知道 又到轮回各自去了 你不一定遇到我 我不一定遇到你 真的 但是前辈子 你遇到我 产生的那些情节 我遇到你 产生的那些业力 这辈子还会在 在不同的人 又会产生同样的作用 跟同样的观念 同样的直取 所以人会不断坏 事会不断坏 但是你的业力 你的习惯 你的观念 如果没有坏 他就一直这样 一直这样 那到头来是谁受伤 到头来是谁受委屈 到头来是谁受苦 没有别人就是你而已 那你还好想还好想 慢慢慢慢 你就觉得 哎呀 世间不过如此 那事情不过如此 就是这样啊 你慢慢久了 你真的会发现 这个世间没有什么大事 都是小事 大事都是你把小事放大的 真的 那么 真的来讲也没有什么事 那真的有事就是 你直取 计较 就不断不断 计较是从比较来的 那么 就这样不断不断会觉得 一直觉得 你最无辜 一直觉得 你最委屈 一直觉得 你做最多 那么 最累 通常人都这样 我看过 以前我自己也这样觉得 以前我自己也这样觉得 就是 为什么都是我在受苦 为什么都是我在忍耐 为什么都要我会想 为什么你不叫他们想 为什么都叫我想 为什么你不叫他忍耐 都叫我忍耐 为什么你不叫他们做 都叫我做 以前我也这样 就觉得分腾不平啊 真的 后来慢慢学佛了 发现到 这个其实跟 因为你这种心 你这种业 就会感召更多的这种圆 那这种圆 这种心造这种业 就会感召更多这种圆 这种圆 又会让你起这个心 造这个业 就不断循环 不断循环 真的 那么 你会遇见很多 你讨厌的人 真的 那么 你不想遇见的 你常常会遇见 为什么 你心那种圆 你的业 跟你的心 就会感召这种圆 因为你天天在想他 你天天想他 你恨他就是想他 你爱他也是想他 是啊 你恨他就是要 天天在回向 要遇见他 你爱他也是 天天回向 要遇见他 基本上是这样 如母念子 如子念母 母子立身 不相为怨 真的就是这样 为什么 那这个母亲 如果爱这个儿子 那这个儿子爱这个母亲 那也这样 这个儿子恨这个母亲 这个母亲恨这个儿子 也一样 如子一母 如母一子 天天恨他 有时候恨比爱来得更深刻 他不管你爱跟恨 他只问你心 深不深刻 越深刻 远就越深 很简单 越深刻 照着业就越有力量 所以你真的不想遇见这个人 真的不想再遇见这种事 就是你心中没有这件事 心中没有这个人 久了久了 远淡了就没有了 真的 那么你越不想遇见这个人 你越恨这个人 你越容易遇见这个人 真的 那爱也是这样 恨也是这样 那彼此都有恨的话 彼此都有恨的话 那么就容易互相折磨 但是我如果我恨你 你不恨我 那么可能我以后会 你会给我带来一些障碍 折磨这样 但是如果我没有相续 那就一次两次就没有了 真的 因为业力的原因 一次两次就没有了 如果有 因为你障碍我 伤害我 我开始恨你 那么就会结未来 再遇见的因缘 因为你现在造了这个业了 神口医都有业 那你了解了这个道理之后 你慢慢就会发现到 你要取什么 要舍什么 真的 要想清楚 想清楚就没事了 通常都是想不清楚 想不清楚 就往不对的地方走 想清楚了 你就往对的地方走 就好像你家里很多东西 你要丢掉那些没有用的 用不到的 而且用了对你的身心不好的 你就丢掉 只留下那些对你身心好的 我们的空间有限 不要储存那一些 有毒的 脏的 臭的 那些都是 讨厌这个人 偏偏他放在 你越讨厌的人 偏偏他锁在你那个保险库里面 那时不时你就拿钥匙去打开来看 臭的钥匙又把它关起来 没有多久又去拿 打开来看 你看你想那个人 恨那个人不就是这样吗 存在你的内心最深处 只有你有钥匙 可是你偏偏又每次去打开来看 看了看又气得钥匙 又把它关上 然后没多久又打开来看 看了很久又气得钥匙 又把它关上 而且你也不跟人家讲 也没有人知道 那个保险上钥匙只有你有 只有你看得到 那你如果跟别人讲 就是你看你看 这个这么臭 还放在这里 是谁放进去的 你放进去的 还有谁放进去的 那么你还要想清楚这种东西 后来就不会 你对一些 不管世间不公平的 不正义的 特别是我们有时候学论佛 很容易有公平正义的感觉 那你对这些不公平不正义的事 你也不会放在心上 世间本来就不公平的 现象来看是不公平的 从业力来看 因果来看完全公平 是这样 我前几天遇到一个法师 那么现在不是乌克兰在 苏二跟乌克兰在打仗吗 那他们不晓得是去哪里听说的 还是看电视新闻的 还是看那个什么节目的 不知道 他说有一个法师说 因为说中共要打台湾 准备要打台湾 其实很多人都在跟我讲 我不晓得 我没有看这个事情我不知道 然后他就很生气 他们是比较属于民进党那种 民进党那种台独那种思想 很多法师也有这种思想 然后他就说 他也很生气气 奋身不平 那就是一种境界 因为 当然他是台湾人 他住在台湾 然后他很生气 他说 如果中共敢打过来 我马上还属 拿枪去跟他拼 我说你也太激烈了吧 他出家 枪去要杀 不能杀人 对不对 他说 他敢打过来 我马上还属 我去当兵 志愿去当兵 拿枪跟他拼 讲得很气愤 你想 特别是有争议感 也是 有时候我们也会这样 真的 这种 这种观念 就表示说 你虽然也学佛 也出家 但是你这种观念没有 其实这种东西 好 你跟他拼 他不对 他来害你 他不对 好 那怎样 你把他杀了 你惩罚他 然后呢 然后呢 你没有听到 你没有听到那个 潭宅家城空格故事吗 你没有听到 忍路先人的故事吗 他有能力 他都 他有能力 他都不伤害他 何况 他还要鼓起勇气 那么准备武器 去跟他拼 那么 当然 从世间来讲 从世间来讲 这是你的权力 从佛法来讲 这个就是什么 你造作的业力 那么你可能就会 在这里跟他 无止境的轮回 真的 今天不要 今天你身在台湾 今天比如说 中共要打你 那么你跟他拼 那么下次你身在中国 你又看台湾这样 很不顺眼 你就又来 打台湾 通常都是这样 你要知道 从 从有历史以来 好 假设我们现在身在三国时代 因为人都是这样子轮回来 这个事情我以前也想过 想很久 因为我们都是这样 一次一次轮回来 那么你在三国时代 你在曹操的阵营 我在刘备的阵营 各为其主 那么 这个时候 当然 你看 你如果在 你如果在刘备的阵营 你就看曹操 挟天子以令诸侯 很不爽 对不对 那么 串位 这个曹操是大贼 你要杀他 那么到了 到了 一直这样 从三国以来 一直到南北朝 就各个纷争 然后 甚至到最近 明朝清朝 那你这种性格就变成 到了明朝的时候 那么你去打败那个元朝 那么 明末的时候 那么 你又怎么样 被清朝占领 你又拿着反清复明的旗号 又去打明朝 然后甚至在义和团里面 又去消灭洋人 有没有 你就会参加义和团 你看到八国联军 你又很分腾不平 反正就这样 你就这样 你就这样 从有史以来 你都拿个正义的旗子 那么怎样 去消灭敌人 消灭敌人 你永远有做不完的敌人 到 到这个 不管你做动物 做鬼 除了升天不会 升天是善法 它很强 但是你这种心 不可能升天 这种称认心太强 升不了天 你通常就是在做人 但是你又有学佛 你又有慈戒 但是慈戒是在你 有福报的时候 你会慈戒 如果你没有福报 被欺负 生活过得不好 这个时候你就不慈戒 所以就通常都是在 都是在这边转来转去 人为什么会溜到轮违 通常就是有时候 想不同 然后觉得自己是正义的一方 觉得自己是公正的一方 其实这个很容易让我们陷入 无止境的轮违 这个时间很短 你想想从三国时代 那个曹操百万大军 共打 共打什么 你可能是其中一个兵而已 后来这种慢慢慢慢 可能到了清朝的时候 你拿着反清复明 你加入那种什么军什么军 到了再过一次 就变成国共战争 不管你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 然后再过一次 再过了这边 你修了一些福报 你现在变成民进党和国民党 反正都是这样 那这样你再下一世 台湾不管有没有 你一定会有 那你不管站在哪里 你都是习惯性持取 在你自己的阵营里面 去怎么样 你会发现敌人 你会发现 这个敌人没有 又有其他的敌人 反正就是这样 那么你会发现 这种习惯就是造成什么 造成你不断 造业 生死 造业生死 那你自己以为是对的 几千年来没有改过 就一直在这样 我还是听那个法师这样讲 我也很 我也是很 有一点点 有一点点 好像贝雷达到 我怎么会讲 之前我们有一个法师 就是也是比较 比较倾向民进党 台湾独立这种的 然后他就很弃国民党 然后他每次做法会都跟陈水扁 然后那个日本的什么 小泉纯一来 以前那个很早的时代 然后给他立牌位 希望他们抢手 李登辉 陈水扁 这种 都给他们写消财牌位 一大牌 然后送金给他们 然后他讲到这个 讲到这个中共 讲到这个国民党 就恨得压压压 其实这个就是 无形中 这个就是境界 境界是你自己 心闪生出来的 但是他 他没关系 他想要去 他想要去 比如说 他非常恨中共的时候 但是他读金刚经的时候 一样可以这样讲 若男生 若太生 若世生 若化生 若有色 若无色 我记定若无语涅盘而灭肚子 他也可以这样念 回向的时候 愿以此功德 普及一切 他没有说不包括中共 对不对 他没有说除了中共之外 没有 普及一切 他在回向 比如说一般我们回向 有很多种 比如说我们刚才讲 我们讲今次回向 愿以此功德 普及一切 一切是一切众生 对不对 那你都要把功德免费送给他 那你还要伤害他 那愿以此功德 庄严佛进度 善报是从人下祭山毒苦 那你不是要下祭山毒苦吗 那下山毒 三二道人都是造二月的人 那已经造二月的人 已经造二月正在受苦的人 你愿意帮助他 那正在造二月的人 你就要推他向什么 像三二道 那不是很奇怪 有两种嘛 一种是现在正在造二月的人 一种是已经造二月的人 那已经造二月 在受报的人 就是要三二道 你就要看他很可怜 那正在造二月的人 还没下三二道 但是你就看他很可恶 对不对 通常是这样嘛 那可恶的人 你不原谅他 正在造月的人 你不原谅他 已经造月晚的人 你可怜他 会帮助他 那这是什么道理 上报是整个人 下去三毒苦 若有见闻者 吸发菩提心 尽此一报生 同神极乐国 我们不是这样回想吗 你还要跟他一起 到极乐国去呢 你说他如果他要去 我让我不要去了 有些人真的这样 有些人 我遇见一个居士就是这样 他觉得这个世间很苦 跟韦提西一样 这个世间好苦 我不要在这个世间 我要赶快去极乐世界 阿弥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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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也有一个孕亲债主 可能是跟他借钱没有 还是伤害他 他就很气谈 他就觉得 这个世间太苦了 我不要了 我要赶快念佛往生 然后我要离开这个世间 不要在这个世间 一心念佛 后来听说 他辗转听到讲话 听到说 那个你也要念佛求往生 那我不要去了 去了还要再遇见他 我就是去了 我就是不要遇见他 我才要去的 现在去了要遇见他 那我不要去了 你看 那这种心 有时候我们就是没有理解到 就是说 你看我们常常做网课 世红事愿 三归一 都是这样 当愿众生 可是那个都是念一念而已 都没有那个心 那个没有意义 众生无边事愿度 不是这样吗 先不要说你菩萨 那我也不要做菩萨了 我不要做菩萨了 太累了 你就算要解脱 你都要调伏掉你的承认心 你的承认心 你的执着心不掉 你也解脱不了 对不对 一样啊 不要说你要度他 你不愿意度他 那也没关系 度不了他 他不能度 他不可度 那没关系 可是你要度你自己 你要调伏你的承认心 你只要有一丝烦恼 你都不能解脱 何况你有那么粗的烦恼 对不对 你不下三二道都很好了 都还要得解脱 假设你带着这个承认心 带着这个承认心 你修行真上不了断 因为承认心最粗的 就算你持戒持得很好 你持戒持得很好 因为你的承认心 顶多就是做阿修罗 罗刹 阿修罗是比较好的 罗刹就比较糟糕 那要叉又比较好一点 要叉是比较有学佛的 罗刹是比较没学佛的 那要叉比较会帮助人 罗刹比较不会 要叉就类像金刚神那种 是王天底下那些兵将 像鬼又不像鬼 像天又不像天那种 大概中间那个阶段 就是那些要叉大将 那个都是金刚神 就是比较有善心 讲公平 讲正义 要除恶 要惩奸 惩罚那些恶人的 有一点侠客精神 路见不平 又拔刀相助的那种 那种既照善悦又照恶悦 你路见不平 拔刀相助 你救的是人 杀的也是人 是不是 你一面起保护人的心 一面起伤害人的心 他是同时照做的 他是同时照做的 那也同时有果报 所以他一面享受 类似像天的福报 善悦 一面又类似像鬼的苦 他基本上是这样 所以有很多佛教徒 慈戒 行善 但是烦恼很重 那这种通常叫做有功无德 那有功无德 比较好一点的就是阿修罗 常常看见天看不爽 常常找天打仗 那东西就是这样 他打输了他也打 但是他不打他也很难过 就是非常生气 我不骂人我就很难过 可是骂的人 人家都会难过 基本上是这样 难过了你一位来 就有那种一言又一言 那通常你如果不克服的话 你就想不了 不然那么多 先骂再说 那这个大概是这样 就是有一本叫做想念止息经 大家也可以去参考 这个问题基本上是 大家所有的问题 就是转念要怎么转 就是看你 你用一个 以另外一件事情 来取代这件事情 你要想 先不要想 比如说我们很容易 晚上睡不着 就是内心有一些事放不下 那因为睡不着 又导致于 身心互为影响 自他互为影响 心互互为影响 缘起有这三条 我们了解 其实凡事都可以从缘起因果上去看 微幻女就是思维过患而能远离 你能够远离 远离就要找方法 就是你影响我我影响你 你因为我这样 我因为你这样 我因为这件事这样 就是身心互为缘起 自他互为缘起 这个就是人 这个就是我们自己本身 但是你会因为境界 你身体不好 影响你心情不好 心情常常不好 又会影响身体不好 那谁让你心情不好 那有可能是他 那这个是自己的 完全是自己的身心 那这个他可能就是人事物 那主要是以人为主 基本上是这样 然后心互互为缘起 我们吃了这个好的东西 吃了这个好的东西 或是住在好的房子 或是热的时候有冷气吹 冷的时候有暖气吹 你就会身体比较舒服 或心比较舒服 类似像这样 心互互为缘起 那这一颗钻石丢掉了 或是一颗石头丢掉了 影响的心不一样 那我拥有一颗钻石 跟我拥有一颗石头 那心是不一样 心互互为缘起 这个基本上都是互为缘起 互为因缘 那你在这个境界里面 起什么样的烦恼 这个是影响你的神 神也影响你的心 那么另外这一次 从远的来讲 就是这一个是 现在是 现在 这个都是现在 那么受到过去的影响 过去的业 过去的远 影响 业跟远 我常常讲 此心 此业 此业 它基本上 互为影响 那么过去 现在 未来 过去的影响现在 现在的 又影响未来 那你对未来的期望 影响现在 对过去的眷恋又影响现在 一样 所以单恋过去 那么期待未来 那执着现在 通常这样 它也是护而影响 它也影响 那么这些影响 都会变成一种现象 那所以你执着什么 通常这个就是 你执着什么 你就受什么影响 你执着未来 执着现在 执着过去 所以爱取有 带着我见我爱来执着的 你执着什么 你的心就在那里 你的心在那里 你的业就在那里 你的远就在那里 那这个业 过去的业又影响你现在的心 过去的业影响你现在的心 这个过去可能是前一秒 可能是前一天 前一个月 前一世 前一尊佛的时候 这不一定 这过去影响你这个心 因为你这个心是相续而来的 相续流 相续而来的 那你这个心又造这个业 这个业 这个心敢造这个缘 这个缘让你造这个业 这个缘如果是恶缘 恶人 你是恶缘就是恶人 你会遇见这个恶人 那这个恶人你就会造恶业 造恶业影响你这个心 这个心 这个心常常恨这个恶人 恨这件事 就会让你又很容易遇见这个人 那很容易遇见这个恶缘 这个恶缘又让你造恶业 所以要怎么办 那不是没完没了 确实是没完没了 所以叫轮回 那怎么办 我讲过就像 这个怀眼金有一瓶叫进行瓶 有没有 进行瓶总共列了143 那60怀眼跟80怀眼 65怀眼好像列141 80怀眼列143的样子 它基本上就是你从早上起来 从起床一直到你睡觉 这段期间发生所有的事 有好的有不好的 那么好的你都怎么样 好的你都祝愿 祝愿它更好 不好的你也祝愿它好 所以对你来讲 你遇见的不管是好事坏事 好人坏人 好善缘恶缘 你都是好的 他就教你这个而已 比如说你这一天一定要大小便 大小便时 当愿众生 气贪真吃 卷除罪法 那你去脱钵 脱到空钵 那你就脱到空钵是不好的 没朵饭吃 空伯 你就希望众生都能够误入空信 反正就是这样 那你遇到一个 你帮助这个人 你遇到这个人是不会报恩的人 那你就发愿 希望这个人都不知道要报恩 有恩都不知道要报恩 希望他能够发挥他的这种特性 有仇也不要报仇 祝愿他 因为他的个性你要他改 他不容易改 那就让他延续他这种个性 让他有仇的时候也不要报仇 他就是这样 那你就祝愿他好 你祝愿他好 不管他好不好 你都好 对不对 你希望他不好 你这个很生气 不管他有没有不好 你都不好 所以进行品气就叫做 从你早上起来到你晚上 那你拜佛 你拜佛 看见佛 就皈依佛 自皈依佛 当会众生 提解大道 发无上心 希望所有的众生 看见佛 都跟佛一样 发谱提心 然后成佛 你看 自皈依佛 当会众生 深入精湛 智慧如海 那么 我学习佛法 我希望所有的众生 都能够学习佛法 而且从佛法中得到大智慧 不会就是这种心 那进行品就是教你怎么样转念 他教你怎么转念 那我们不是 我们众生就遇见好的 就会起贪 遇见不好的就起撑 没有好不好的就鱼吃 也没有什么想法 他不是 你不管什么境界 什么善言恶言 好人坏人 好事坏事 就是人事物而已 好东西坏东西 不管你遇见什么 那么你都把它转到好的去 那么你念念 你这一天 那么都是这样 那么 你就积极了很多善恋 第一个 因为你每一个善恋都是一个善业 每一个善恋都是一个善业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因为你的心是相续的 从早上到晚上 你这样相续起善恋 那边有一种好的习惯 你有善业 你有好的习惯 那你当下这个心 还是好的心 所以你每次都是好 你觉得缘就是好 你造的业就是好 你有善缘 有善心 有善业 你又有正知为 你有善根 你这个人不往好的地方去 要去哪里 一定是这样的 那你现在看到好的事 你就起嫉妒心 因为什么了不起 我也会啊 我不要做而已 看到人家好 那不会随喜赞叹 就先学会批判 那个没什么 那个大家都会 那个也没有什么了不起 看到人家不好 就开始批评 这样 然后看人家做善事 这个人就是 就是喜欢张扬 说明他自己有钱 他有能力 怎样怎样 就讲这些 眼睛红啊 你这样就是 不管他好不好 你都不好 但是就算别人不好 你要理解他 这个人是因为烦恼 他没有到你这种程度 可以认知到说 这个是对 这个是不对的 他没有认知到你这种程度 这样是对 这样是不对 所以就算他认知了 他没有你这种能力 可以调伏烦恼 不是每个人都可以的 真的 后来我才发现到 是这样子的 不然以前我们也会很生气 后来发现 我们认为很容易的事情 对某一个人来讲 不一定那么容易 我们认为 这个每一个人都应该这样做 对某一个人来讲 他不这么像 就好像 就好像一只鸭子 跟一只鸡讲 游泳就很容易啊 你只要在水里面 脚滑着滑着就往前走了 这个鸡到水里面脚滑着滑着 就往下沉了 我告诉你 因为月圆不一样 那人的心就好像 因为过去的月 你是一只鸡一只鸭 你习惯是不一样 你对这个风气就很容易敏感 就很容易起班 有些人不会 有些人不会 那你不会是因为你过去中 有修行来 调伏过来 那每一个人调伏的能力不一样 那一只鸡跟一只鸭讲 很容易啊 你挖土很容易啊 你只要那个手掌往下挖挖挖 就会挖出虫子来 那个鸭怎么挖也挖不出来 因为它那个体是 体是连着在一起的嘛 它怎么挖挖不出来啊 可是对鸡来讲 你这么笨 那么容易 就这样这样就会了啊 在土里面 这样这样就挖个洞出来了 这个鸭在水里面的时候 跟鸡讲那么笨 他脚这样挥挥 他就往前了啊 我告诉你 我们有时候对人也会这样觉得 你就那么笨就这样 我告诉你 业力不一样 智慧不一样 姻缘不一样 你不要以为很容易 以前我会这样觉得 我在服务院教书的时候 我上课上是很会讲的 真的 而且讲得很清楚 我就对象 他们都读了那么多年了 我学院的学生 读那么多年了 我都讲这么清楚 你还听不懂 你到底是用我讲几遍 有那么笨的吗 我会这样觉得 后来发现 不是他们笨 是你自己笨 你不了解这个缘起的现象 是这样子的 当你说他们笨 应该要懂的时候 就表示 你不了解整个缘起架构 不是 就好像一只鸡 因为一只鸭不会挖土 觉得它笨 因为它天生就会这种东西 它天生下来就会 可是鸭 不要说会 它就是怎么学也学不会 一只鸭在游泳 它天生就会 就算它从小就会 那长大了 那个游泳技术更好而已 但是一只鸡 就算它努力学 都不一定学得会 那我们在调伏凡达 也是这样 人也是这样 真的 后来我发现是这样子 所以当我们遇见 我们觉得它很笨的人的时候 我们就觉得 业力死难 因缘死难 真的 后来就会这样觉得 后来就会多 多一份怜悯的心 而且不是每个人 就算 就算你能够调伏得过来 不是每个人都可以 像你这么聪明 这么有力量 因为你以为 比我还早出家 比我还早学佛 比我还早修行 就到这个样子 这个就是 你没有看到真正的缘起 你看起来 它比你长 实际上你已经 从加瑟佛时代就这样修了 它是从释迦佛才开始修的 你多修了一尊佛 是不是 但是你现在看就觉得 你比哪长 它比你长 不对 不一定 所以你从缘起看 每一件事情 之所以这样 都有它的理由 那你去分析它的理由 你就发现到 所以你要怎么样去引导它 每一个人之所以这样做 都是有原因的 这个原因不外乎就是 它的善根 它的善业 跟它的善缘 就是 它的心 它的业 它的缘 影响它 就这样而已 然后缘就是 外面的部分 缘是外面的部分 那业是自己的部分 但是这个心 是决定这一切的部分 真的 你慢慢慢慢想 每次想 要常常想 想解了 不管发生什么事 你都很清楚 是这样 所以我说我们会觉得 那些人怎么那么笨 去跟那个妙禅 妙天 如圣燕那些 那根本就不是 是你认为不是 他们认为是 佛陀时代 佛陀那么厉害 大智慧大慈悲 底下还有几万个阿罗汉 每一个都那么厉害 舍利弗目见连 大家设妇罗纳 能说善道又有神通 你以为大家都信他们 没有啊 单单一个提伯达多 几万个阿罗汉 调扶不了 包括佛陀在内 几万个阿罗汉 都没办法教导他 你看看 六四外道 那些头头 没有几个可以教导他 他们依然是这样 他们依然那么兴盛 一样啊 阿者是亡 宁愿相信提伯达多 不相信佛陀 你看看 所以这种事情 其实你如果从业力看 所以你会看到经典 有时候都会讲 他之所以是这样 是因为过去生 开始讲业的源源 他就是已经这样了 舍利弗智慧第一 可是舍利弗也很有个性的 舍利弗非常有个性 那么他说这样就这样 他不会改变的 即使佛来 他也这样 真的 经典里面就举两个例子 一次就是 因为佛陀的儿子 罗霍罗交给舍利弗管 依他做和尚 他做撒咪 然后就是交给舍利弗管 所以他是第一个撒咪 未满二十岁 以前是这样 未满二十岁就做撒咪 满了二十岁就做比丘 给舍利弗管 舍利弗也没有想那么多 就在他旁边教这样 有一天佛陀看到罗霍罗 看到罗霍罗说 你怎么面王鸡兽 你事都没得吃吗 这个罗霍罗就想 因为你知道那个托波 叫排班的 排班是照借纳的 然后前面排到最后 他是撒咪 当然排到最后一个 当然排在最后一个 排到最后一个 你看他们有些排很多 我去泰国托波也是这样 你排在后面都不一定有 因为人家准备 你一群人来几百个 像我们出去托波 分 我们也是几百个 但是分成三个地方 往三条路走 那么一条路 有时候也有五六十个 那人家来供养的人 不可能准备五六十分 你知道吗 那个是很大的负担 也没那么多 所以他通常都是准备十分 二十分是最多的 那就前面 他就往前面 前面的奶已经先拿了 拿到后面 后面就比较没有 所以有时候常常后面的人 但是不一定 有些人就是会跳过 就是看到那个人就不给 完全不知道为什么 你个人的因缘不罢了 真的 然后 但是前面的人 尤其像舍利我目见人这种 威德利的 人家都很愿意供养 因为福田嘛 像那种沙咪那种 人家可能就比较不会供养 因为他都还没有修行 所以好像也吃的比较不好 也吃的比较少 舍利佛也没有去注意这件事 也没有去注意 问了穆建人 问了罗霍罗 罗霍罗就说 他就福报不供 类似像这样 但是他不是这样讲 他就说就是吃的不是那么 吃的少 因为床长没得吃这样 应供又没有找他去 因为撒咪嘛 所以久了就变成这样了 佛就说 那你和尚是谁 他当然 佛当然知道啊 但是还是要问 舍利佛啊 舍利佛这样不应该 是不见识的 那这话传到舍利佛的耳朵 舍利佛就 马上把他吃的东西吐出来了 真的 马上 其实佛陀是跟他说 你是一个人家的师父 你没有照顾到土地这样 照顾到土地的饮食这样 这样你是不负责任的 所以说他死不见识 那舍利佛从此 从此不去接受应供 从此不接受应供 即使 那这个须达多长者 这些大物长者 佛陀没有是不应供 不接受应供的 那舍利佛又不去 那以后我们都没有 这些大德可以供养了 佛陀你劝劝他 佛陀说就劝不了他 就开始讲他过去生就怎样怎样怎样 有一次舍利佛也被华站 被佛陀华站 那舍利佛的身体其实不是那么好 他被佛陀华站 不知道在太阳底下站多久 那舍利佛佛陀华站 都是阿罗汉 佛陀华站 佛陀跟他华站 他就去华站 但是这些长者来 就说你好好站在那边 示威你的过失这样 那舍利佛就好 佛陀叫我站在那边 示威过失 我就在那边示威过失 就叫面壁思过 这不是面壁 就是站在那里 好好想一想 然后舍利佛就站在那边 佛陀好像叫他站两个小时 可是印度太阳很热 那长者来就说 这个舍利佛为什么站在那里 因为佛陀叫我站在这里 这个长者 大夫长者 叙达多长者来 就跟佛陀讲 佛陀啊 这个舍利佛身体不是那么好 站在那边太阳底下太久了 怕他会受不住 你叫他不要再站了 佛陀说 这个人没有办法 我叫他站两个小时 他没有站两个小时 他不会下来的 就算我去跟他讲 舍利佛你不要站了 你一个小时就好了 他也不接受的 所以说舍利佛有诚心的习气就是这样 那这种 这种你看一个阿罗汉 一个阿罗汉 即使 已经把烦恼断尽了 他这种习惯都不容易改得掉 何况一个没有断烦恼的人 你以为那么容易哦 不容易啊 我告诉你 真的 有时候我这里在想 我只要调腹一个不是很大的烦恼 我有时候都觉得 我这样调腹过来 看到一点成效 都是十年了 都是十年了 那调腹别人对我的成见跟承认心 有时候要三十年了 真的 真的 我用了大概十年 有时候二十年三十年的功夫 我才发现到 他改变了 真的哦 这个是 这个是实际上我们这样看这样看 因为我出家三十年了 三十几年了 后来我发现 不容易啊 你调腹别人对你的烦恼 没有十年以上都看不到 你调腹自己的烦恼可能容易一点点 至少都要三年到十年 真的 我是这样看 还要看大小啦 但是只是调腹哦 没有不是断除哦 只是调腹而起哦 没那么容易啊 你不要想什么 你就是散乱心 要给它调腹到不散乱 你想想 这个都不是很大的哦 散乱心调也要调腹到一心不乱 你看你要多久 你试试看 只是散乱心才不是成真心哦 你调腹看看 你看看要多久 那所以 这个不是 你不要想说 这个就这么容易 你为什么会这么不好 你为什么会这么乱 你为什么会这么撑 你为什么这么愚痴 当你说他为什么 为什么这么不会想的时候 其实 你自己也不会想 为什么 你没有从缘起上去想 你才会搞不清楚 所以当你很生气的 去骂这个人 你怎么怎么 可以这么可恶的时候 用很独的话去骂这个人 因为他很可恶的时候 你自己本身正在可恶 你知道吗 正在起称认心 来骂那个人 为什么这么有称认心 就好像一个妈妈拿一个腾脚打 哥哥打了弟弟 妈妈拿腾脚去打这个哥哥 你怎么可以用暴力解决 你看 你自己还不是暴力解决 你妈妈就这样教的啊 那我们也习惯这样 我们也很习惯这样 所以你要 一样会反省 反省 想一想自己 那么你会想的吗 你会想的吗 那你可以调伏 你的烦恼吗 你说他的烦恼 对你不是烦恼 但是你自己的烦恼 你也可以这样调伏吗 就像你希望他调伏的那样 我告诉你也不容易 当你这样想的时候 当你这样想的时候 你那一种称认心就会减少 你那一种慈悲心 就开始比较会神出来 真的 你那个执着心就会比较弱 因为你执着他一定要这样 他不这样一定是他的错 而他既然有错 我当然可以这样 很义正仁慈的讲他 你说像一个出家人说 要拿一把枪 还属拿一把枪去 跟敌人打仗的时候 你想想这个是什么心 那当然这个跟他平常的习惯 业力业心 所以一开始我听到很正经 但是我们再仔细想 每一个人都有他不同的想法 习惯业力因缘 那再看其他的众生 其实也一样 其实也一样 所以 后来你就会发现 这个世间真的叫做五着二世 众生真的就是可怜悯 那佛法真的还要赶快好好修 不然久了也变成这样 而且你不知道 你就不知不觉就这样 不知不觉就这样 好 我们等一下看 现在来看五十九到七十四经 他说 如是比丘 所说经 若差别者 就前面这一边 五十八经 那五十八经里面有一些差别的说法 就是我们讲 这些阿罗和结集的时候 每一个人听到的不太一样 就都说出来 那说出来就都结集在一起 其中 这个是六根结集六成的时候 那么他说 云和直之云和见 次第净一切诸节 那差别在哪里 因为前面是次第净什么 有肉 玉肉 有肉 无名肉 有这三肉 那这里讲的是次第净一切诸节 然后另外一个是什么 一切夫 另外一个是一切死 一切丧烦恼 一切结 一切留 好 那底下都是烦恼的名字 二啦 渠啦 处 处是细 等一下我们再慢慢讲 盖 我们先看一下 盖 禅 够 爱 还有义 诸义 断邪见身 见见动 无名声明 好 那么这些都是不同的烦恼名项 那烦恼有很多种 从他不同的作用 那么给他不同的名称 那么 所以这些 那么这个比较 部派比较有这个东西 就是他把烦恼分成非常非常多类 那么 那么有哪些烦恼 有一些烦恼 等一下我们会看这个瑜伽事件里面 那个烦恼讲的可多了 那有一些没有归纳出来 我们现在归纳的烦恼 通常都是依 这个 拒舍论的 那拒舍论是因为 世青在读这些部派的思想的时候 然后觉得太多了 太杂了 太乱了 所以把它归纳 那舍掉很多东西的 不然真的是太多了 那所以我们大概都是以拒舍论里面 讲的这一些烦恼的名项为主 那部派里面讲的很多 但是佛法其实没有那么多 其实没有讲那么多 或是他从不同的角度去讲 那所以你看这有很多 这个结 流 恶 曲 那我们现在一个来看 那前面的五十八经是 赤地近有肉 那这个基本上是三肉 三肉 三肉是 这个玉肉 有肉 无名肉 那玉肉是玉界的烦恼 有肉是色界跟无色界的烦恼 无名肉是三界的烦恼 基本上是这样 这个是所谓的三肉 那这里讲赤地近有肉 都是有肉 有肉有三种 就三肉 玉肉 它 它这个有肉不是 玉肉有肉的有肉 而是就是 而就是说这个肉 三种肉 有违法者是三种肉 玉肉 有肉 无名肉 然后就是赤地近一切烦恼 一样 那 这个是第五十八经 那五十九经就是赤地近一切结 前面的文都一样 只是后面 赤地近什么 不一样而已 那一切结 一切结基本上也是一切烦恼的意思 那结通常讲 我们把这个烦恼的名像讲一下好了 第五十八经 玉肉 有肉 无名肉 它就是三肉 那我们说过 我们现在讲的这些都是依据舍论 那么或是部派里面归纳出来的 通常各个部派说法也不太一样 那么五十八经 就是这里的五十八经 基本上是 近有肉 它基本上就是三肉 三肉就是玉肉 有肉 无名肉 玉肉 有肉 无名肉 这无名是通三界的 这个有肉 色界 无色界 就上界 这个是玉界 玉界的烦恼 这个叫下界的烦恼 上界的烦恼 三界的烦恼 无名基本上是通三界 玉界 色界 无色界 断玉界的烦恼 有色旧色界的烦恼 断三界的烦恼 这个就是三界的 这个就是肉 三肉 这三界的无知 当然这个是除了无名之外 不包括无名 三界的无知 那么 这个不包括无名 不包括玉界的烦恼 不然它就是断了一切烦恼 除了无名之外 除了无名之外 你断玉界的烦恼 并没有断三界的无名 断三界的无名断掉你就解脱了 你断玉界的烦恼还没有解脱 顶多是正三国 但这个才是 除无名之外 这个也是 除了无名没有断 那么断玉界的烦恼 这个也是一样 这个是五十八经 那个五十九经就是 一切结 一切结 一切结基本上是 所谓的九结 他把一切结 分成九结 九结是这个 我们就写在这里 爱结 会结 就称恨心 这个结 这个是肉 那 这个 慢结 爱会慢无名 这无名的病 病 那 见结 见 他们是这样分的 那么 见包括 身见 边见 邪见 然后 取结 见取 就是借进取 取包括 见取 借进取 取包括 见取 跟借进取 他们有很多种 烦恼的分裂法 我们就大概知道 那这个见包括 身见 边见 邪见 身见 边见 邪见 五历史 五段史 这个是 这个是 见取 就包括 这五个 好 那 这个是九结 里面的 然后另外 疑 一二三四 五六 第七个是疑 对三宝有疑 对四弟有疑 第八个是祭 祭度的祭 第九十个是 牵 牵令的牵 牵灯的牵 那这个是九节 这部派就是 阿比达姆就是这样 分析 归类 就是很多种 好 那另外 那另外 他这个六十经就是一切死 六十经是一切死 一切夫 一切夫 那么 夫 夫就是三夫 戏服的夫 三夫气就是贪称痴 我们就叫三毒 贪 贪 称夫 就被绑住了 他其实 以记者论来讲 三夫就是三毒 贪 称 吃 那么一切结 一切夫 一切夫就是三种 一切夫就分三类 那么一切死 一切死就多了 有时候讲九十八死 这个我们大家自己去查就好了 那么一切死 六十一经 死 就九十八死 那么 随勉 基本上叫做随勉 九十八死 就是九十八随勉 九十八种随勉 等下我们再来看 这个都是迷向 大概知道就好了 真的要去细救 阿比达摩也要读 那 断一切上烦恼 那六十二经是上烦恼 上烦恼是什么 那通常我们把烦恼分成两种 叫做根本烦恼跟现行烦恼 那 不是 根本烦恼跟知末烦恼 通常我们分做根本烦恼跟知末烦恼 还有现行烦恼分三种 烦恼分三种 根本烦恼 知末烦恼跟现行烦恼 那现行的烦恼就叫做上烦恼 烦恼分三种 根本 根本烦恼就是我们讲的死死那种 五历死五断死 那个就是根本烦恼 那 五历死是贪 秤 痴 慢 疑 这个是五顿死 那五历死是生 这个疑里面 这个疑里面的这个 生见 边见 斜见 见取见 见军取见 这个是五历死 五断五历 但是讲起来就是98死 那这样讲 讲太多了 我们讲死死就好了 用死死来讲 死死 那分多了就是98水冕 通常就是讲死死 那98种水冕 死死里面就是五历死五顿死 五顿五历 应该这样讲比较清楚 五顿就是贪 秤 痴 慢 疑 贪 秤 痴 慢 疑 你看这分到那么多种 这边分太多种了 然后五历 五历死是生见 斜见 见取见 借军取见 其实就是见烦恼跟爱烦恼 那么身边斜见取 身边斜见 见 身边 身见 写一下好了 身见 边见 斜见 见取见 借进取见 见取见 借进取见 讲到破坏就是这样 太多名项了 每一个名项里面又有不同的概念 同一个名项有可能有不同的概念 不同的名项又有同一个概念 很复杂就是这样 所以有人说外国人读了这个 都会觉得它叫做繁琐哲学 好 这个是死死 那细分来就98随勉了 它基本上就是死死 那上烦恼 我们说这个上烦恼 根本 根本烦恼 那么 滋末烦恼 根本滋末 还有现行烦恼 三种 现行的 那这个是随勉 就是没有起的 就是一般我们讲随勉跟现行 那随勉里面又有根本跟滋末 现行也有 就是一般是这么说 就是随勉就是隐藏的 随勉的烦恼 和现行的烦恼 应该是这么说 那随勉里面又有根本跟滋末 这样就比较 应该是比较知道 根本烦恼跟滋末烦恼 那现行也有 那现行就是上烦恼 现行就是上烦恼 现行的烦恼 就是你正在起的烦恼 现行烦恼就是上烦恼 所以他说断一切 断一切上烦恼 其实就是断一切现行烦恼 就是你能够扶住 那通常我们叫烦恼上烦恼 有时候就是把烦恼分成烦恼跟上烦恼 随勉现行烦恼 是这样 好 这个是六十二经 那上烦恼就是现行烦恼 我们就把这个擦掉 上烦恼就是现行烦恼 六十二经的上烦恼是现行烦恼 那六十三经是 一切结 那这里又讲到一切结 那前面也是有一切结 刺激进一切结 那这两个一切结 字面上看都一样 那但是他 他讲不同的经 那一定是不一样 但是我们不晓得 因为他看起来是一样的 但是因为你说 如果照这个来讲 差别者 云而知云而见 吃一尽一切结 这个是一经 那么断一切夫 这个是一经 断一切死是一经 断一切丧烦恼 是一经 断一切结 又是一经 所以这个一切结 跟前面的一切结 照理讲应该不一样 那不然就是他又多加了一个 但是如果你给他算经数 比如说 我们来看 这个一切结是五十九 一切夫是六十 六一 六二 六三 六四 六五 六六 六七 六八 六九 七十 七一 七二 断诸意就变成七二了 断邪见 生正见 七三 断无明 生无明 七四 所以变成一切结 有两部经 但是不可能 两部 这可能是翻译的问题 那等一下我们再来看 这个 看这个语解师的论 因为今天有解释 我们等一下再来看 它底下有 后面都有注解 后面有注解 等于这样再来看 那我们先来 用这个就好 先把这个用起来 六十二经是上烦恼 先解决这个名项 那六十三经是一切结 我们就先不管它 因为它前面就是九节的 那这也可能是 不小心是 是结有不同的说法 还是怎样 还是它翻译的问题 因为它中文都一样 然后六十四经是诸流 流的话基本上有 一切流我看是在哪里 第七页 流是四瀑流 四瀑流是 四瀑流四二四取 基本上是一样的 四瀑流四二 流是四瀑流 四瀑流 四瀑流 那这个瀑流 我们来看一下 瀑流应该是在后面有 四瀑流 是在二百三十二页 有没有 他有讲到四种瀑流 欲有见五瀑 这四种瀑流 那等一下再来解决 那个一切结 它照次第是怎么讲 再换回来 再来看诸二 二这里也是一样 二百三十二页 二百三十三页 二百三十三页 有四种二 也一样是 欲有见无名二 即上所说一切烦恼 说明为二 所以四瀑流跟四恶是一样的 一样 四瀑流跟四恶是一样的内容 但是它叫做恶 欲有见无名 然后四曲也一样 我们看一下 断诸曲又四曲 这个是六十六经 四曲 四瀑流四恶四曲 那四曲就不一样了 四曲是 欲见借进曲 我与曲 这个叫四曲 欲 欲曲 见曲 欲曲 见曲 欲曲 见曲 借进曲 我与曲 我与曲 基本上是身见 有我 那么 这个是四曲 好 我们先早上先讲到这里 讲到四曲 它后面有解释 我们等一下再来看 但是 先 因为它现在是五十九到七十四经 后面又有四处 四处是四生系的意思 这我们下午再来讲 大概先 我们要讲到这里 六十六 然后六十七经 就是四生系 四处 四处是四生系的意思 那下午再说 好 你 这 是 三十八 准备 四